CPTPP的11個肺炎國也都准進口萊豬 所以政府這一個國際貿易的政策 是要走向國際 而國民黨一直反對不但矛盾 並且是要鎖死台灣 讓台灣走不出去 讓台灣不能加入CPTPP 讓中國早一點加入 讓中國高興 反萊豬公投在野黨批評執政黨加反萊豬 營造成反美豬 那想請問院長怎麼看 國民黨開放了萊牛自己也吃牛肉 卻是反對萊豬 我們認為很矛盾 並且我們知道 含萊克多巴胺 互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豬肉 美國人吃了幾十年 AIT的處長說他自己吃 也讓他的孩子吃 所以美國人不是自己不吃賣到台灣來 而全世界也一百多個國家 都接受含萊劑安全標準的豬肉 尤其CPTPP的11個肺炎國也都准進口萊豬 所以政府這一個國際貿易的政策 是要走向國際 而國民黨一直反對不但矛盾 並且是要鎖使台灣讓台灣走不出去 讓台灣不能加入CPTPP 讓中國早一點加入 讓中國高興 我們認為大家一定要出來 讓台灣能夠不但走向國際自由做貿易 而且我們政府一定會把關 會互合安全標準 請大家放心 也不能像朱立倫這樣 把美國的豬肉講成消底吧 講說是毒豬肉 這樣子說還要親美 我們覺得這種做法是會大大的影響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他已經提高了 他是 jeito而言 比如說 NZ 是 相杯 安全標準